工美党2024的参选人侯友宜 近日公布了竞选办公室的最新人士 由前台安全会议的秘书长金普聪担任执行长 金普聪是马英九竞选时期的操盘手 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因此据台媒报道 侯友宜是登门三次 三顾茅庐才请出了金普聪 此外更有意思的是赖清德的操盘手 则是陈水扁时期的邱逸人 同样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那么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历史哥 何友宜为何要三顾茅庐请出金普聪 金普聪对上邱逸人金秋对决 抢手过招 您觉得金秋大战会有哪些攻防呢 就是说一个军师确实是稀有人才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 金友后后三顾茅庐请金普聪出山 金小刀到底是有没有生锈 我们不知道了 因为今年金普聪66岁 所以说年纪大其实以政坛来讲也还好 但是你说他跟现实选物接近好像也有一点距离 因为时空背景不妥了 金小刀当年他这个小刀之称 他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他对议题的操纵集火能力是非常强的 快速应变能力是很强的 还有这个人有个特质 大家知道那个在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白衣宰相叫李密 他历任四朝 玄宿代德 玄宗宿中代宗德宗 那这个人很特殊 不爱当官 就是呢 当你不管他的时候 他就跑去当道士 还吃素 所以每一次大唐皇帝要找他回来的时候呢 就强迫他还要还俗生小孩 谁可以把他当官用 他甚至为什么叫白衣宰相 因为他穿布衣啊 以布衣布为相 那这个人很特别嘛 他对公民没那么热忱 但是呢 你一旦交办事 他接受他答应了 他就把你办到好 他真的是鞠躬尽瘁 这个人的这个聪明才智是不雅于诸葛亮的 那回过后来 金普聪是不是个白衣宰相 至少在他的心态上 你可以观察出来这个人是 他不爱争权独立 这个是真的 他的争权独立是为了目标 工具理性而实施 而不是为了个人 你可以看到他三不五十 就跑去美国做访问学人 要不然就是跑去香港去哪里 或者在台湾的大学 他因为他是新闻系的博士嘛 所以他对于这个教书这件事 在大学任教这些研究这件事 他是有兴趣的 我是觉得这是国民党 非常稀缺的人才 因为国民党啊 到现在因为理念上 有点生疏了 所以呢大部分来加入国民党人 就一个字嘛 权 什么权 就想要胜利拿权 要不然就是呢 胜选拿权 要不然就跟着老板得权 要想诠释 那一个不那么爱诠释的人来操盘 他可以把所谓的工具理性 发挥到最大 任何对竞选不利 意思我砍砍砍砍砍 所以他有金小刀之称 就这样 那你就会看到 他确实当他正式接任了金普聪 不是 正式接任了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之后 不对 他是竞选工作室 现在要正式要成立成竞选办公室 你就可以看到 哈华团队原本有多么的荒谬 人家他选了大半年 竞选办公室都不知道组多久 他还在那边工作室 就玩儿戏嘛 但是这个金普聪近来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正如我对他的性格的观察啦 他以前帮马英九打选 那有一次啦 他说我一毛不拿 胜选我全拿 但如果败选我不拿 果然都会胜选 一口气请你240万 当时还上了新闻 所以这个人他今天既然来了 然后他正式的侯友宜三顾毛鲁 就代表给他极大的授权嘛 那如果接下来侯友宜完全照他的步骤走 会不会胜选不知道 但是至少侯友宜的竞选 未来要成立的竞选办公室 看起来终于侯伴会有一个样子啦 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4466的2266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善成一团议题也集中不了 任何议题反应的钥匙 这跟Dinosaur Dinosaur跟恐龙是一样的 反应打了一下 三天之后 才传到大了这 该反应了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侯友宜的团队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今天议题真的很快 大家仔细看今天侯友宜道歉了 什么是道歉呢 新北幼儿园案 他道歉什么 因为他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想第一时间处理掉 第一个撤销幼儿园的执照 第二个说老师居心叵撤 结果我后来发现是大乌龙 大乌龙他赶快道歉 赶快结束这个战场 倒逼民进党 你们造谣什么时候要道歉 而且是赖清德带头造谣 报案时间也带头造谣 有没有毒也带头造谣 什么彩虹药水也带头造谣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反应 至少骂他的人很多 从来就不会因为金普通加入这个团队 帮他吸几张票 这个是不是金普通出手的第一招 这个 我认为是金普通出手第一招 因为非常明显 这个风格就跟侯宇之前不一样 我就说他之前就是Dinosaur Dinosaur 对不对 这跟恐龙一样 打一下到现在才记得要回应 这次回应非常快速 民进党一打怕马上回应 而且我道歉 然后他道歉的方法也很玄乎 他道歉方法是说 非我本意但我心急 因为我关心儿童 但是照出这样的言论 确实不恰当我道歉 道歉的也很精准 让侯友宜也有台阶下 因为我们要了解侯友宜 他那种所谓男人传统 他本性戏爱领柱 就是说面子是很重要的 很难改变他那个理想 因为家父正巧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 威权的那种概念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社会 霓虹国他们是有这种 社会上那种权威是很重要的 他不太跟你论是不是 对不对 他跟你讲的是阶级跟权威 那种遗嘴在台湾确实展现 尤其展现在本省族群上面 所以对很多事情 你就觉得侯友宜就是很卡 奇怪 为什么会这么卡 那你从其他分析不了的时候 你就只好从历史的脉络去找答案 那至少现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侯友宜也是服软的 一路看自己的民调败掉一半 大概也认账了 所以刚才主持人问的很好 这个对垒会是怎么样呢 没错就是蓝绿对决 边缘柯文哲 这就是金服冲加起来 接下来会发生的效应 而且蓝绿是有一些默契的 什么默契 就是要歼灭对方是一个默契 所以这个默契之下 接下来柯文哲要再强导 引领这个话语权的机会 我认为会没那么高 那如果没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一定程度会让选战慢慢主着拉回来 那这个会是让整个选举会稍微精彩一点 不然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现在结果就是赖青的又躺又骗 就我刚才说的赖神 这个LIE就是又躺又骗 那太开心了 那至少也让这个选战有点攻防 不要看起来侯友宜是怎样的 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 那这个绿营呢 已经是21世纪的科技士兵在打仗 那次代差太明显了 完全断差 至少在议题回应攻防打点上面 我认为金浦冲加进来是有正向的一个作用的 至于说可以加几分不知道要观察 第二个金浦冲本身是不是坏招牌可以吸引票 没有完全没这个效应 那这个也是好 因为他不会在人前面露脸 他也不会出来开记者会 但他就在后面做这种军师的角色 这种人在民进党很多 很有名就邱毅仁 段依康 洪耀福 洪耀男兄弟 林习耀等等 有一大堆这种人 但国民党真的很少这种 所以想来想去 我想为什么侯仪最后还是去请金浦冲出山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第一刀 就像主持人讲的 就是切在这里 至少赶快反攻 魏邀案是一个非常适合反攻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打掉侯仪很多的民调 如果现在证明是乌龙 把这个事情扩散出去 民进党到最后是不得不回应 尤其在清德现在被告了 到时候假设 他以党主席之姿 以竞选者之姿 被告被警察调查的话 那就有新闻 大家就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有如此之荒谬 因为民进党前阵子觉得国民党太弱 所以他什么球都丢 好球坏球空球都丢 反正随便乱丢国民党通通中中招 现在终于上场一个懂得打击的总教练 他自己也自以为总教练接小刀 至少还有一点点看头可以玩 还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想接下来选战才真要开始了 其实下架民进党就是结束绿色的威权 台湾才能够摆脱成为妻子的命运 到底狼白能不能和我们也拭目以待 也不简 versucht 5 我 6 9 2 4